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晚安 我是王楊正 基於交通部立法院 出現跳電的情況 在今天早上的11點鐘左右 行政院的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也發生了跳電5分鐘的事件 原因是台電的電力系統異常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的確用電是相當的吃緊 這個禮拜連5個紅燈 可是行政院的電力系統 卻非常的堅持 還是不考慮要重啟核電 那麼但是我們卻注意到 怎麼會去讓核四裡面的 這個柴油機組發電機 是巧巧的在運轉了呢 這樣算不算是偷電呢 好 之前民進黨 一直在大罵台電藏電 現在執政了 電要不要拿出來 如果找不到 那是不是也應該 給台電一個道歉 今天節目當中 都要一一討論 這叫做口閒體正直 嘴巴上說核電好壞 不可以用 實際上偷偷偷人家電 偷完電 用完 你還不承認 真的是很糟糕 來 資深媒體人謝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庄文副主委 鄭世偉 大家好 國民黨文庄文的副主委 李明賢 大家好 還有核能留言終結者的 創辦人黃世修 大家好 另外還有一位 也是我們的電力專家 台灣能源部落格的作者 陳立成 好 大家好 好 歡迎 那麼今天有專家 來好好的提檢一下 我們的用電政策 對 不過韓兵 你看 一連五個紅燈 就表示很吃緊了 已經是逼近黑色的燈號的危機了 不是嗎 可是我們行政院在今天 還是在堅持強調說 不要重啟核電 到底在跟什麼 經濟部也說 沒有缺電危機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態勢擺得非常明顯 因為之前民進黨沒執政 之前一直說 台電在長電 現在你沒有看到台電 現在越來越惡劣 沒有注意到嗎 昨天是立法院跳電 今天是行政院跳電 台電已經擺明 在跟你們對坐了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要幹什麼 要趕快成立 不但藏電處理委員會 對不對 請顧立雄來找出 電藏在哪裡 要把電找出來對不對 他們一定把電藏起來了 對不對 絕對不能夠讓台電 那麼囂張下去 一定要趕快把它抓出來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們執政了一年多了 到現在這個電 藏到哪裡找不到 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你們這一年多的效率 到底在幹什麼 尤其現在是夏天 連續不是紅燈 甚至要變黑燈了 這個到最後是幹嘛 大家全民一起跳電嗎 就一片西黑 對 我就覺得很好笑 而且我覺得這個政府 更可笑的就是 你還準備要執行前瞻計畫 而且有一半都是軌道計畫 那些軌道好像全部都要用電 對 那電從哪裡來 請教一下 你現在我們還沒有這些軌道 你就已經沒電了 你未來怎麼去建這些軌道計畫 還是你估計到軌道 我們的軌道建成的時候 台灣的產業幾乎全部都垮 所以就不需要這些電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這個政府真的不需要再去撐了 然後現在又有消息傳出來說 你核四裡頭的 這個緊急的柴油發電機 居然偷偷在試轉 你試轉幹嘛 當然他們的說法就說 只是測試發電 那個已經要封存的東西 你測試發電要幹嘛 對啊 我不知道你測試它幹嘛 你不是一定要封起來 不要再用的東西嗎 你測試它的目的是什麼 還是你們真的已經準備 準備要讓核四發電 如果要發就講 但是我必須說 我不認為民進黨政府會這樣做 因為這有違他們的政策 他們之前已經跳票了一大堆東西 現在他整個政權 已經岌岌可危了 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敢去重啟核電 為什麼 因為這會讓他最後的支持度 都喪失 所以他一定會想罵死 all in all 到最後 我覺得他一定會想出一些辦法 來去栽贓給別人多說 反正到最後都不是他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你看他們到現在還口口聲聲就是 因為國民黨過去八年的執政 都沒有好好去做這些電力的 這些設施 沒有好好發展綠能 對 沒有好好去發展綠能 沒有好好去做這些備用的 才會造成今天限電 問題是國民黨明確有錯 人家不就建了一個核四 準備要拿來用 就你不願意用 那就算你核四不要用 核一核二這些東西你也可以用吧 是不是這些 至少我們現在面臨這個危機了 是不是有一些機組 應該要可以上 那你如果連造成空氣污染 更厲害的這些柴油機組 甚至其他機組 你都全部都要上的話 那為什麼比較乾淨的核電 不能上呢 實際上你的廢核家園 是2025才要執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 一切的思維 已經自己把自己卡死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 他們在幹什麼 因為尤其是最近 黃崇燕跟徐國勇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同時吃了顧國魚 我真的完全聽不懂 他們在說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政府 是不是他們要每天 他們每個禮拜三開會 不知道在開什麼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要整個 重新好好去整頓一下 現在對於國民來講 不管你所有的天花亂 這些都沒有用 因為熱是熱在所有人的頭上 大家出去會縱使昏倒 是每一個人 都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你們還打算這樣嗎 其實最近我剛剛來之前 我好幾個朋友 已經在跟我抱怨 現在捷運站裡頭 在中午的時候 常常熱了個要命 因為現在好像都開到28度以上 所以大家都已經熱了頭 頭昏腦脹 你要知道在車廂裡頭 那麼封閉的環境 如果那麼熱 那裡頭的臭氣是很可怕的 你準備到大家 一身燻了頭昏腦脹 然後去上班嗎 我覺得這個政府一定要把 台灣的人民折磨成這個樣子嗎 拜託 小英 我不希望你懸崖熱 但至少可憐可憐一下 這2300萬是人 不是你養的貓 這個該轉的髮夾彎 趕快轉一轉沒關係 今天中國時報就告訴你很清楚了 好不好 轉個念 不要硬凹 不要硬硬 重啟核電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重啟核電 這個紅燈就可以轉成綠燈 大家有冷氣可以吹 不會影響安全 只要你能夠願意 好不好 打破你過去的那個堅持 這個髮夾彎應該要轉 師兄 自從行政院宣布下公文 然後要所有公務員關冷器來 我幫各位盤點一下 就是說我們到底 進行了哪些愚蠢的決策 首先我們剛剛看到 立法院跳電 行政院也跳電 台電大樓員工熱到中暑送醫 然後中火破管 沒有依照規定冷卻12個小時 在冷卻9個小時的時候 就叫一個60幾歲的老維修員 進去搶修 在那五六十度的高溫 那根本就是 虐待勞工的一種做法 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陵的電廠 現在這個林全院長也說 我們現在未來幾天的 供電的重擔 就看這個大陵的一號機 能不能上線 大陵電廠之前就因為趕工 發生過一死一傷的公安意外 這一次的大陵新一號機 他說可以提前上線 設施運轉來供電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當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陵新一號機 它有廢水問題還沒有解決 現在台電為了要緊急供電 所以他們現在打算的做法 是把這些廢水 環保設備還沒有查驗過 這些廢水排出來的 我就先找一個水槽裝起來 讓我的機組可以緊急的 趕快上線供電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帶頭違法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和人員終結者 我們已經打電話給環保署檢舉 我現在就看環保署長李應援 跟副署長詹順貴 要怎麼處理這個案子 尤其是詹順貴副署長 您過去是知名的環團律師 我希望說你能好好重視一下 這種破壞環保違法亂紀的行為 不要說你現在當了官 然後就供電次緊供體時間 開張勸導單好像就可以了事了 我不希望詹副署長這樣做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核四動用緊急柴油發電機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不應該 但其實在過去的兩年 我們的三座核電廠 就已經每年夏天 每天都用氣渦輪機來上線供電 這一次上線供電 甚至連核四的 不是氣渦輪機 核四是緊急柴油發電機 是真的是斷燃組織要用的 緊急柴油發電機 這備用電源 都要拿出來供電了 當然徐國勇發言人 他當然也說 這個東西就只是例行的 維修保養 我覺得他這個發言人 不太聰明 我直接幫他擬答好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回答 我就說這一切都是為了 核能安全的嚴格標準 這是例行的維修測試 而且為了加強安全標準 我們從原本的每31天 測試一次改成每天都測試一次 而且我們都是以全功率滿載 輸出兩小時的這種高標準測試 只是這個測試時間 剛好跟我們的用電監風 剛好放在一起 請外界不要多加益測 這樣說法不就很漂亮嗎 當然也是很可笑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很明顯就是缺電 你政府現在硬撐著說 其實不缺電 其實輸電的問題 其實是調度的問題等等的 隨你怎麼說 反正我覺得全國民眾 大家心知肚明 你現在撐著說不缺電 企業也在等著看 我不相信說張宗蒙 張宗蒙董事長 就是覺得說還真的相信不缺電 這幾天工商團體都已經呼籲了 即便我們今天 沒有真正到全國大限電的程度 我覺得這些企業 也都在盯著看 不缺電就是缺電 不夠電就是不夠電 他們要走 隨時就會走 那留下來的 就是我們這些老百姓 走不了 到不了國外的 留下來過苦哈哈的日子 好 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到底我們的行政院在做什麼 還是要這麼ㄍㄧㄥ嗎 為什麼不重啟核電 既然都已經有這麼多人 都受不了了一個 今天我們就先來看看 行政院的這個活動 親子日應該很開心吧 可是看到場內 很多民眾根本就是汗如雨下 裡面還有很多可愛的小朋友 那麼但此外 我們繼續要來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下午1點到3點 公務員員不能吹冷氣 他們受不了了 所以可能要髮夾彎 但是看到行政院長林權說 暫時不考慮 行政院長林權在親子日 和公園的小孩們開心互動 但禮堂冷氣只開28度 不少公務員就算穿短褲短袖 還是揮汗如雨 禮堂外則是關冷氣 悶到讓人受不了 蔡政府帶頭節電 關冷氣 傳出可能在9號下午 提早喊咖 大林的那個電廠 那麼如果今天能夠順利點火的話 那明天應該會有20萬瓦的電力 會加進來 勸導節電 也許會造成大家的這個 不方便會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要互相來評估 目前並沒有一個決定 雙北出動水車在主要道路灑水降溫 因為大太陽底下站崗 警察早就已經汗流浃背 殘忍的是下崗後碰上關冷氣時段 還不能好好休息 現在全台灣老百姓 只要有事情就是找警察 你派一鎖限電 民眾去報案 跟著一起熱嗎 警察熱到受不了 軍公叫反彈 網路上號召 在父親節這天自主休假 又愛節電 展開人民不合作 人民不服從的運動 我們寧可犧牲我們的 我們的福利金錢 我們來自行性的休假 讓你 讓你來跟你政府 政府做不一樣的動作 火氣大道就像這烈陽高溫 百人響應自主請假 軍公叫警銷用行動表達不滿 即使有重啟核電廠機組的選項 解除供電吃緊的燃眉之急 蔡政府似乎鐵了心就是不考慮 記者綜合報導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五燈獎 對不起 拿到這五顆燈 一點都不值得高興 因為這是五顆限電紅燈 就差那麼一點點就要到黑燈 黑燈就真的要開始實質限電了 差多少到黑燈 用昨天的例子來告訴你 先往這邊看 昨天就差那麼一點點 到了1點40分的倍轉容量 只剩下62.2萬千瓦 簡單來說就差12.2萬千瓦 馬上就會低於50萬千瓦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進行限電準備了 我跟各位說 這五顆燈是未來這個禮拜 加上今天和昨天的預測 而過去的五年 除了在2015年亮過兩顆紅燈 2016年亮過三顆紅燈之外 過去五年加起來總共也才五顆燈 結果我們這個禮拜 就追平了過去五年的紀錄 你說沒有核能 台灣真的不會缺電嗎 我們打上一個大問號 好了 現在要缺電 沒有電怎麼辦呢 本來才傳出公務員好可憐 沒有冷氣可以吹 乾脆從明天開始 我們取消讓公務機關 讓立法院 讓行政院 讓外交部 讓台電大樓 能夠在中午1點到3點 最熱的時候還是開個冷氣 調到28度就好 不要全關 太辛苦了 沒想到 因為電真的不夠用 所以行政院的發言人徐國勇 還有剛剛新聞裡面你看到的 行政院長林全 馬上出來告訴你說 No 我們這兩天絕對不會解禁 還是要熱死公務員 因為真的就是沒電可用 最快最快 13號等到和平電塔 可能修復以後 我們再來談公務員 可不可以有冷氣吹 公務員還是不能吹冷氣 連續五顆紅色燈號 追平過去五年的紀錄 你還要跟我硬拗 台灣不會缺電 你還要跟我硬拗 蔡總統在你執政的時候 台灣絕對不會有限電 或缺電的危機嗎 好 現在沒有電怎麼辦呢 在昨天就差一點點 就要油紅轉黑 台灣就要實施實質限電了 好啦 台電最辛苦 想盡辦法要去升電 之前我們談過 用需量競價 也就是說跟工業大戶 拜託你們省點電 然後我加碼 加個20%加兩成 把你省下的電買回來 給我們的一般用電戶來使用 用我們的納稅錢 去跟工業大戶買電 用我們的錢去解決限電危機 用我們的錢去圓 蔡英文總統的話 用我們的錢 讓工業大戶大發國難財 但沒想到還是不夠 用錢買不行怎麼辦 我用偷的可以吧 對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你 台電 蔡英文政府 居然跑去偷電 偷誰的電 偷核四的電 這個做法印證了日文 翻譯成中文的一句話 叫口閒體正直 為什麼 嘴巴上一直說 核四絕對不能用 核四很危險 用了以後 全台灣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用了以後 我們就沒有非核家園 用了以後 我們就跟不上國際的標準 笑死人了 嘴巴上現在要命 身體倒很正直 有多正直 在昨天下午 台電就偷偷摸摸的 讓核四緊急柴油發電機啟動 啟動之後 當然就會有電 有電之後 剛好拿來補足紅燈 變成黑燈 中間那一點點的缺額 讓紅燈沒有轉成黑燈 所以台電 在昨天去偷了核四的電 避免全台灣陷入缺電危機 好 口閒體正值 已經夠糟糕了 想不到你還用後不理 明明就去偷人家的電 但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台電居然說 沒有 我們只是測試一下 這個緊急柴油發電機 能不能用 因為要保養 絕對不是因為供電 所以我們需要調度 才去用核四的電 發電量也很低 其實不多 大家不用想太多 這不是標準的用後不理嗎 先嫌人家很危險 我絕對不要用 但是偷偷用完之後 還倒打核四一巴掌說 沒有 我沒有投你的電 你不要 你隨便 你不要以為自己 好像我非靠你 不可 所以這就是蔡英文政府 跟台電現在的樣子 現在的德性 現在的嘴臉 口閒體正值 用完以後 還要否認 還要否認 還要否認到底 好 台電現在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反映出來的 不就告訴你 只要你在安全無余的情況之下 善用核電廠 就能夠讓你的紅燈 轉成綠燈嗎 我們先講核四好了 昨天你都偷偷摸摸 偷人家電了 如果說按照這種極端天氣 繼續往下 恐怕明年會比今年更熱 後年會比今年更熱 大後年會比明年更熱 明年 後年 大後年 都還是你蔡英文當總統 你確定要每年都這麼樣的 桌巾箭軸到處擠電嗎 如果台電能夠救你昨天 台電 核四就能夠救你的 明年 後年 大後年 因為核四只需要十個月 確定安全無余 就能夠正常運作 一旦運作之後 就補足了我們用電不足的危機 還有缺額 馬上全台灣就不會再缺電了 好 你說核四要十個月 也太慢了 現在就限電了怎麼辦 沒關係 核一廠的一號機 核二廠的二號機 只需要兩個禮拜 就能夠重啟 就能夠發電 補足大概4.6%到6%的用電量 台灣真的就可以紅燈 轉綠燈了 其實很簡單不是嗎 不要死抱著非核家園的那塊神主牌 已經剝落斑駁 而且沒有人相信的神主牌 讓全台灣陷入缺電危機 有必要嗎 蔡總統 轉個念 讓大家好過日子嗎 好啦 現在講到了 又是要花錢買電 又是要偷偷摸摸 偷用核四的電 其實台電很辛苦 剛剛世修也跟你說了 台電有員工熱到重暑送醫 台電有老員工 為了要搶修 台中火林電廠的機組 冒著五六十度的高溫 明明三天到一個禮拜 才能完成的作業 他被迫在一天之內就要做完 所以台電雖然花錢亂買電 雖然偷了核四的電 但確實台電很辛苦 既然很辛苦 請問台電 你還要忍受 藏電 偷電的污名化嗎 過去在民進黨 還是在野黨的時候 好多人出來指控你台電 說你藏電故意讓台灣 陷入缺電危機 故意要破壞我們民進黨 2025非核家園的核心價值 包含了誰 像是鄭麗君 像是葉金 鄭麗君說什麼 他說台灣絕對不缺電 不需要有核四 也不會缺電 說沒有核能會缺電 是世紀大騙局 這是葉已經說的話 另外當時擔任 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 也曾經出來指控台電 就把電給藏了起來 故意要抹殺我們非核家園的價值 這些人現在卻得靠台電到處 用莫名其妙 有一點不擇手段的方法 來幫你原執政之後不會缺電的謊 請問一下 葉委員 鄭部長 現在是文化部長 還有我們的蔡總統 要不要出來跟台電道個歉 人家真的很辛苦 好了 講完了缺電危機之後 接下來我們還要看 除了缺電危機之外 台灣現在也陷入毒品的危機了 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們告訴過你 2015年有個高姓男子 他因為開車恍呼 被警察攔下來 一查之下不得了 體內驗出了三種毒品 還包含了甲基 安非他命 他的濃度是超標正常人的26倍 但沒想到這個人 因為沒有撞到人 沒有鬧出人命 沒有人送醫 所以在一二省 因為沒傷亡 被判決 無罪定驗 好 獨家在台灣 很難認定 很難抓 所以法官輕放 但現在告訴你 獨家真的害死人了 而且害死的是一個 非常認真執勤的國道警察 這個警察叫陳啟銳 他在7號的時候 在國道3號南下180公里的地方 執行爆胎車的路間借護任務 沒想到一台托板車 完全沒有煞車 直直衝過來 當場把他給追撞死亡 事後一追查才發現 這個托板車的駕駛 說謊不打緊 他說 沒有喔 我在開車的時候 是為了閃避前方的車 才撞進路間把警察給撞死 結果行車紀錄是一吊月 當時他的前面根本沒有車 既然沒有車 怎麼會撞到人呢 原來他車上找到了 安非他命的吸食器 他坦承 我前五天有吸毒 但袁瑾嚴重懷疑 你根本是剛剛吸了毒 想提神就開車上路 導致你謊神 因此撞死了這位非常優秀的 國道遠景 8月7號 凡撞死 今天是8月8號 今天是父親節 請問他的孩子 要如何面對這場悲劇 如何面對因為過去 我們侵犯毒駕 而導致爸爸死亡的 這件事情呢 好 說到了毒駕 其實在國外 包含香港 包含美國 包含法國 對於毒品駕車的管制刑罰 甚至是比酒駕 還要更嚴格的 但台灣卻因為沒有撞死人 所以就無罪定諺 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 換個方式 以後針對吸毒還敢開車的 應該比酒駕更嚴重 更嚴加取利之外 也要用更重的刑罰 來遏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但沒有想到 我們的法務部 討論了老半天 到現在還是為答共事 我們誠心希望 這一個非常認真的 國道遠景 還有這一個讓他家人 兒子心碎的父親節 可以給這些法將們 一點震撼教育 好好想想 獨家在台灣 是不是認定的標準 不夠嚴格 是不是認定的刑罰 太過低了 居然因為沒撞死人 就可以無罪定諺 那撞死人了 該怎麼說呢 說到了毒品之外 除了毒價 我們還要告訴你的事 清泉鋼 記得吧 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今年二月 掉了滿地的毒品 53包的安非他命 到處都有 停車場 運動場 廁所門口 還是什麼行政大樓門口 被人丟包 丟了亂七八糟 當時就讓我們覺得說 軍中的毒品 犯了問題 很嚴重 為此清泉鋼的 2500名官兵 全部進行驗尿的動作 要抓出來誰吸毒 後來說 有十個人 他的尿液呈現了 有吸毒的反應 結果最新的結果出爐 不得了 國防部那個黑部 一蓋真相又不見了 因為最新的結果告訴你說 這十個人 通通沒有吸毒 都只是因為吃了感冒藥而已 很巧這十個人 大家約好一起感冒 大家約好一起去吃感冒藥 然後被驗出來 有吸毒的反應 跟這被丟包的 53包安非他命 完全無關 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相信嗎 所以今天我們除了要討論 限電的危機很嚴重 轉個念 重啟核電 讓大家能夠安穩 快樂 涼快的過日子 蔡總統應該不難吧 還要來談談 毒品在台灣 除了毒架之外 連軍中都可以用 國防黑部一蓋 就讓真相完全消失 你還信任我們的政府危機 處理能力嗎 接下來把時間還給疫情 我們要先從台電 口閒體正值 去偷用核四的電 用完 還不承認 開始燈起 好的確 我們剛剛看到了 就是一連五個紅燈 出現在本週 2015 2016 你都沒有看過 這麼嚴重的一個缺電危機 是不是就是因為太缺電了 所以公務員 繼續不可以吹冷氣 而且不要說是買電了 甚至還要偷電呢 剛才今日最大掛告訴你 核四廠緊急柴油發動機 居然悄悄的啟動 好 來 茗玉 我們好好先來評論一下 這個看起來就是 之前明明在講 核四不好 核四不好 可是既然核四不好的話 為什麼它柴油發動機 要悄悄的啟動 這不是口閒體正值嗎 對 我覺得剛剛譚明哥有講到 他就說這很奇怪 你明明核四就要封存了 你為什麼還要讓柴油發電機 已經封存了 對 那為什麼還要讓柴油發電機 來發動 這我覺得是令人不解的地方 你要封存了 你測試什麼 你保養什麼 不需要 封存就廢掉不用了 你測試什麼 騙鬼 對 而且我會覺得 講到這一點 我先講 我本來是要做結論的 我是覺得說 因為大家都在懷疑說 你好不容易蓋了一個核四 你知道核四是花多少錢蓋 核四是花3000億 2800多億 加上每年的維修破3000億 對 3000億 不是3000萬 不是300萬 3000億去蓋了一個核四廠 好 那你現在因為政治的關係 你把它封存了 就封存之後 你現在每三年 幾乎三年 你還要再花上近百億的 這個費用去做維修 要記住 因為這個封存的費用是 還要再維修 因為你不可能就把它 擺在那邊擺爛 因為我們上次 你要保養它 不用 你也要保養 對 因為現在有談到說 可能你未來這個核四怎麼走 你可能是不是把它拆掉 然後或者叫起義收回去 或是賣給其他的國家 他有很多很多種的想法 但是現在因為還要經過 立法院的審議 所以這些都只是一個草案而已 但是因為你現在可能要 好好的去解決這核四的問題 所以你還每三年 這三年還要花近百億 去做維修的費用 大家都不能理解是說 好 現在如果說你現在要 核一核二 如果你想要重啟的話 核一核二我們都知道 因為它時間很久了 比較老舊 你如果你要讓它研議 甚至有人建議說 是不是核一核二核三 給它研議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好好蓋一個 花那麼上千億的核四 還是新的 你為什麼不讓它發動 就讓它運轉 尤其現在大家缺電的一個時間 你就直接讓它上陣 去救援不是比較快嗎 甚至現在還有專家 就跟你講了 我們最近不是在講說 這個大陵電廠還有大潭電廠 還要做救援投手 甚至就是說它可能還沒有 就是是不是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 我們還不曉得 就要讓它趕快緊急救援 因為現在可能電力不夠 缺電的問題 但是即便如此 這兩個大陵跟大潭的發電廠 我們不算它污染 這個我們先暫時不談 它就算能夠臨時上場救援 它兩個電廠的發電量 也不足以一部核基組的發電 對 與其你這麼大費周章的話 我剛剛講了 大家都對核一核二那麼老舊了 可能好幾十年了 會有疑慮 你一個新的 然後擺在那邊的 你就寧可讓它躺在那邊不用 就為了一個政治的一個想法 大家一個政治的爭議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能夠不理解 回過頭來 我們再講說最近的一個現狀 最近一個現狀真的很慘 你知道 因為我在立法院採訪 所以我們每天碰到 都是這些公務員 公務員你知道 現在每天彼此打招呼 就說你熱死了沒 基本上就這樣講 對 就會問說 我還有人說你買電扇了沒 電扇 我跟你說 電扇你吹出來還是熱風 真的 你如果在中午的那個時段 你就中午吹還是熱風 然後每個人都在罵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開玩笑講說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們至少公務員 你們還有年金 然後他更生氣 你不講這個 你講的年金他就更生氣 我現在年金還被砍 我現在被砍了還不能吹冷氣 然後他就說 就覺得說當公務員 現在是非常非常倒霉的一件事情 然後就有在批壓 就說政府現在就是要把公務員 熱死一個少一個 是要這樣子嗎這樣子 你知道今天就是有一個 我只能說現在是一個網路謠言 就是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公務員 他們對政府太生氣了 所以他們竟然有一個網路謠言 是給行政院的一個節電措施 你知道嗎 當然他這些節電措施 我講幾個 聽起來是很酷 不過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公務員是滿腹的怒氣 譬如說他說給行政院 一個節電措施 譬如說你就知道 你中午1點3點關冷氣的時候 那你大家都不要喝熱咖啡 不要喝熱湯 不要喝熱茶 第二個男生當然是還是穿短袖 然後他說女生短髮就算了 你還不能化後妝 像玉琴這種 我們都有主播妝 是不行的 因為你後妝的話 你就不能散熱 對 所以他說女生不能化熱妝 第三個他我覺得 剛剛是苦手 就是說你盡量不要喝水 不要走 因為你喝水就會上廁所 上廁所走動 就會增加你的熱能 最後一個節電 就是給行政院的一個節電措施 就是說那根據你知道這些公務員 就避免動怒 就是不要動怒 因為你動怒就會身體會散 上火 對 會有熱能 所以這為什麼就是蔡政府說 要用愛發電 就是大家都不要生氣 乾脆說他們放假 放假就好了 所以我就說今天這種 一些公務員 就是給行政院建議的這種 節電措施 我講的這些都是苦手 但是你就會知道說 這些公務員 他們就是對政府 拿不出節電措施 或拿不出真正的能源政策 他們就是一種很生氣的 一種反諷法 我只能這樣講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你不覺得 我真的覺得說 從蔡政府執政以來 他一直拿不出一套 有效的能源方法 大家都會批評說 其實你就是每天都是 在跟這個氣候對賭 譬如說你賭 如果下大雨 大家很高興 就今年不會缺水了 颱風來了 不會缺水了 氣溫降了 如果像現在8月 颱風沒有來 然後又很熱又高溫 因為我們是整個台灣 是一個熱島對不對 就是高溫 然後你現在就是 因為整個 大家都說得很好 就是說你整個看天候吃飯 因為你拿不出能源政策來 變成就是一個看天吃飯 你一個電塔倒了 然後一個鍋爐的管子破掉了 全台灣就整個陷入 這個限電的恐慌 不覺得這是一個 很荒謬的事情嗎 而且台電的人就是有透露 就在警告說 萬一在一個中小機組 他故障 只是一個中小型的機組 他故障的話 這必定就是限電線 就絕對是完蛋了 所以你會覺得這是很可悲 所以你連一個 這個就是備藏的電力的 一種政策都沒有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就說 真的與其你每天滿嘴炮 就說什麼用愛發電 我真的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拿不出方法來的話 那真的不如考慮 是不是讓核四重啟 然後讓他真的做喪源 能夠上場的一個真正的救援 我們講一個燈兩個燈 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 真的五燈獎拿得很悲哀 拿得很心虛 因為過去五年也不過五顆紅燈 你在這一個禮拜 就把過去五年的紀錄 都給追平了 而且過去五年 2015的時候兩顆 2016的時候三顆 這三顆恐怕蔡英文 已經是總統了吧 所以你說執政之後 絕對不會確定的危機 但去年加今年 你至少就拿了八顆紅燈 差一點點就要黑燈了 轉個念吧 重啟核電沒有這麼丟臉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的政府 是費盡了洪荒之力了 拚命在擠電出來給大家用 可是堅持不重啟核電 根本是一個荒謬的政策 我們繼續來請教一下民賢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 這個明明在罵核四罵翻了 可是居然核四廠的 緊急柴油發動機 它啟動了耶 而原來會還去解釋說 那個不要想太多 只是測試發電而已 核四都不用了 幹嘛還需要測試呢 我覺得說如果真的 電要用擠的 又不再擠毛巾 把一滴幾滴水 可以把它擠乾出來 我覺得昨天核四廠 當然他備用那個裁電發電 當然他那個裁電出來解釋 不到1萬瓦而已 可是我覺得說1萬千瓦 可是莫名其妙 這個動作到底是為什麼 今天1萬明天2萬 後天3萬 我先軟機 我整個核四廠 我先軟機是不是預備著 準備要重啟核四 還有我問台電過去有沒有這種 就是說你的裁電先那個 先軟機 先試機 有沒有 過去有沒有這個紀錄 還是昨天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說 台電要重啟核四 我覺得要跟大家說清楚 你不要怕那一些 反核的說我是人 我反核那一些出來抗爭 我覺得你該說清楚了 就要說清楚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要重啟核四的話 還有一個障礙要克服 台電包括我們的經濟部長 李世光也講清楚 我們核四總共 1444燃料棒 是1700多數 燃料棒準備已經要拍賣 是不是已經賣掉了 而且說今年第一批已經賣掉了 就說要賣給美國企業 要回收 是不是你跟人家簽約了 如果你這些燃料棒 全部又跟人家賣走的話 我們核四現在一根燃料棒都沒有 要用什麼發電 所以我覺得到底有沒有你 整個台電有沒有做好準備 窮盡一切力量 真的像玉琴姐講的說 用錢就把一粒兩粒 全部都擲出來 所以現在真的 我們備載容量只差20萬瓦 20萬千瓦就可以 就進入黑燈 我今天穿紅色紅色 可是就跟今天的燈號一樣紅燈 你不要圈黑色 拜託不要圈黑色來 這不需要黑色 黑色真的全民受苦 你再一組拼去 那就真的跳電 所以政府真的要把它 視同國安危機 真的不能輕忽 剛剛韓濱哥一開始講說 馬政府八年 好像外界一直誤會說 對綠能部分真的沒有做嗎 完全沒有嗎 數據攤在眼前 馬政府八年已經結束了 真的大家不要誤會好不好 在那個風力的部分 在太陽能的部分都有 風力八電的部分是397 就是百萬瓦 太陽能發電的部分 是916百萬瓦 916大概是百萬瓦 大概是什麼概念 如果要發電 太陽能要一個百萬瓦的話 這幾個電力專家在這裡 要1.5公頃的土地 就是說你太陽能能面板 要鋪滿1.5公頃 1.5公頃大概是兩個多足球場 那麼大的面積 太陽能面板要鋪滿 才發一個MW的一個電力而已 民進黨說要綠能加園 2005悲合加園 要2000個百萬瓦 那要多少 大概200平方公里土地 77座大安森林公園 你要鋪滿這一些 嚇死人土地哪裡來 拜託你土地給我生出來 那時候大選的時候 陳建仁不是說 國民黨那時候 馬政府的太陽能建置太少了 你現在土地生出來 你民黨執政一年多了 你的風力發電做了多少 你的太陽能發電做了多少 你拿出來 數據拿出來給大家匹匹的 總統府到現在一句話不敢坑 你的數據是多少 所以我說現在大家 公務員現在大家節電 兩個小時省電 全民苦哈哈的 現在好像說大賣場 也要省電省一個小時 不開冷氣 全民好像節電一樣苦哈哈的 可是你政府至於戰略面 你的發電發了多少 你要讓大家免於那個 省電或跳電的一個恐慌 政府做到哪一些 第二個 剛剛我們在討論說長電 長電藏在哪裡 過去那一些長電藏在哪裡 現在我覺得大家要拿出來 拿出來趕快就說 過去他長電了我的電影 我有看過 雷神索爾他可以長電 可能雷公 雷祥義 可能電可以發 可是這一些神話故事有 現在我覺得實際的 實際這不是變魔術 你要把電拿出來 用數據攤出來 這是實實白白的 就是說1加1等於2 這是算數題 你把全國能源 可以發多少電 攤在人民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些騙不擾的人 這不是神話故事 這也不是變魔式 我覺得治國就是 要實實在在的 把數據攤在人家 我覺得這是鐵的事實 政府不能用數據騙人家 當然不能用數據騙人家 今天告訴你說 好啦 你說這個核四 現在開始重啟 可能還要10個月 可是蔡總統你不要忘記了 明年 後年 大後年 天氣 越來越熱的情況之下 總統可是不會換人 還是你 核四你今天都可以去偷電 讓你免於紅轉黑的危機了 如果核四能夠幫你在 明年 後年 大後年 順利度過每年 越來越熱的夏天 為什麼不好好思考一下 好 你今天告訴我說 核四要到10個月以後 這個原水救不了近火 沒關係 我們今天告訴你 是核一的一號機 核二的二號機 只要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它就可以提供你4.6% 到6%的用電需求 你馬上就不會有任何的限電 或是缺電危機 公務員都可以吹冷氣 你也不會因為 在你的官邸裡面 穿長袖看棒球 被大家咬到一個歪掉 罵到一個翻天 不是嗎 來 老師 核一核二 馬上可以解決 眼前的燃眉之急 是不是政府 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 不要死爆那個神主牌 沒有用了 OK 我是一輩子在做這個 能源電力的 在美國做過10年 在台灣做 我們公司是 台灣的火力發電 是最大的一家 我個人在核能界 在美國做過很長的事件 現在退休 就只寫個部落格 台灣人用部落格 還有小有名氣 我覺得我們在座的人 今天都非常的幸福 現在2點半 我們有冷氣吹 這不是公家機關 我覺得我們 我們當時選職業都非常正確 沒有 高考很難考 還好我們沒有去當公務員 現在是公務員的話 現在就在汗流加倍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太公平 公務員裡面當然有反核的 有很多永和的 今天是為了反核的 這麼一個理念 明明可以不必限電 有冷氣吹 你弄得公務員要限電 這個是非常 為什麼不去挺那些反核的人家 這當然是玩笑話了 好 我現在就談兩點 就是一般不是電業專業的 可能不是很瞭解的 可是非常重要的兩點 第一 核四其實已經救了蔡英文了 大家以為是昨天發那個柴油機 發這個1萬5千瓦 那什麼了不起 現在台北北部有四部恒冷機組 對不對 有三部停掉 只有核二層1號機在運轉 這一部機是100萬 100萬千瓦 昨天這個余域只有80萬 所以如果核二這一部機不在 已經電不夠了你知道嗎 而且不夠很多 已經不是黑燈了 不夠很多 中國大限電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核二現在還在用 跟核四有關係 很多人可能忘記了 前兩個月 核二廠在 緊急的在做個工程 叫什麼 裝載池 把它改裝 所以說原來用過燃料 沒有地方去 客滿了 他把原來那個 不是用過燃料池的 趕快把它改裝 然後把這個燃料移過去 所以說使得大秀以後 可以新的燃料棒進去 可是很少人知道 裝載池那個閣架哪裡來的 從核四拆下來的 大家知道嗎 今天如果沒有核四廠 今天核二是停機的 我們昨天就全台停電了 多虧有核四 多虧有核四 那時候現在核四被這個 反核的蔡政府民進黨罵曾湊頭 如果不是有核四 你偷偷摸摸的晚上把它拆下來 車子運過來 然後那個時候 跟反核的都已經講好了 你們不要來抗議 對 那陣子他們很安靜 沒有人出來講話 他們知道有這回事 可是知道沒有這個的話 政府會很難看 所以大家沒有人講話 把核四東西拆了 運到核二來 連夜 然後 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把它裝起來 是不是核四救了蔡英文 可以這麼說了 可以這麼說 你們大家要搞清楚 這是一個 不是專業的人 不是很瞭解這個細節 第二個 核一核二 大家今天在談多好像是說 核一核二上來 可以彌補全國的這個用電缺口 這還其次 真正重點在哪裡 我們台灣用電分成三區 北 中 南 通常是每一區裡面 電廠發的電 跟你用的電保持平衡 北部今天是地不夠 北部你看 我們台灣六部和能機組 對不對 四個在北部 今天四個停了三個 怎麼辦 南電北書 對 我們現在 可是問題是 南電北書有個安全值 安全值是說 如果一個電塔倒 另外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你不會說 單一事件出毛病的 今天如果 其實我們南電北書 如果核一核二場在的話 我們是處於一種 較為安全的南電北書 就是有300萬瓦以下 你這個就比較有保險 雙回路一樣的意思 今天核一核二場沒有 你南電北書是超過這個安全書店 這個很少人知道 然後一個真正的負責任的政府 台北 北部這一塊1000萬人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 還有新竹北部 全國GDP50%是在北部 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是不是要確保 這個守善之區比較缺電 所以我如果能夠啟用核一核二 使得我至少輸電這一塊 在安全範圍之內 是不是一定要重啟核一核二 結果這個政府 為了反核黨綱 自北部1000萬人民 安危於不顧 這是非常危險 今天如果北部 如果這個超標 如果有一個電塔風盔草動 台中 高雄沒事 他們自給自足 台北本來就電不夠 靠南電北書 如果你合一合而在 雖然也要南電北書 可是在安全範圍內 你現在收很多過來就對了 對 超過你的安全範圍 是300萬 現在超過300萬 可是你這邊如果160萬上來 你就在安全範圍之內 這是非常重要一個重點 為什麼核一核二上來 本來台北這一塊 就是核一核二非常重要 我再順便再多講一句好了 如果核四上來 核一核二核四 如果核一核也研議的話 整個北部地區 一半的電是核電廠在提供 這是前幾年的規劃 現在突然間不研議 封存 50%的電從哪裡來 蓋個廠十年 我們北部就要這種很可怕的 再過日子 現在北部唯一在可能會蓋的 就大潭 可是問題是大潭這個天然氣 要蓋十年了 那個港 電廠很快 港到今天環平都還沒過 我們北部人 祝福多福多多燒香 好 謝謝大家 好 來 觀眾朋友 我們聽到今天 其實這個專家告訴我們 我們所不知道的一些內幕 但都很重要 很關鍵 那麼同時我們在畫面當中 也馬上開放我們的電話投票 觀眾朋友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在今天電話投票題目是 蔡政府應該即刻凝聚社會共識 啟用核四嗎 一 贊成 二 反對 歡迎您透過電話投票 表達您的意見 我們休息會進網告 我們馬上回來繼續討論 好 觀眾朋友您現在看到 我們電話投票已經開放了 那麼現在贊成蔡政府 應該即刻凝聚社會共識 啟用核四的佔多數 已經有230多票了 反對的也只有個位數5票而已 所以多數的民意 仍然還是贊成要重啟核四 所以說 世偉 看到這個電話投票結果 我們剛剛就在講了 根本我們的政府應該趕快 腦筋就轉個彎不是嗎 紅燈就可以變綠燈 來 比較快的 我補充一下 比較快的是馬上 核一核二 核一的一號機 核的二號機 馬上可以解決你的燃眉之急 我們要討論的是 為什麼核一核二的 核一的一號機 核二的二號機 不能用呢 來 我跟各位說 2014年的時候 核一的一號機發生了 在大修的時候發生那個 燃料把手鬆脫 我跟你講早就修好了 修好了20個月了 可是在立法院被民進黨杯葛 不准用 有危險 好 來 核二的二號機 是在去年5月16號的時候 發生發電機跳脫的意外 對不起 也早就修好了 但是是在去年5月16 這個政權輪替之前 民進黨的立委也說 不准用 有危險 所以核一的一號機 跟核二的二號機 不是安全問題 是政治問題 同樣 我跟大家講 今年5月 核三的二號機 也曾經發生 導管變形的意外 今年5月誰執政 蔡英文執政吧 可是一修好以後 馬上繼續用 以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只要有問題 不管有沒有修好 你都說不能用 換你執政 核三的二號機 有問題修好了 你馬上就可以用 這什麼標準 所以佑正 你剛剛講的這些過程 那就可見了 這都是意識形態做事 就是政治問題 對 就是政治問題 我也覺得 剛剛講說 曾立軍委員在2013年講說 台電高估用電量 誤導大眾缺電的危機 然後民進黨政府講 核一到核二三陸續除以 也不會立即缺電 甚至於在2014年 民進黨的智庫還講說 馬政府是製造缺電的伎量 到了2015年 蔡英文講什麼 台灣不會缺電 如果台灣有缺電的話 那問題是人跟組織的問題 那剛剛佑正講了 這一連串的一個事項 那不外乎 就是你民進黨當局 你人的問題 跟你們黨部 你們這一個非核家園 組織的一個信仰問題 對不對 你不需要講說 你自己掌握辦法 然後叫全民 都要跟你共體時間 今天我們講說 我們理性一點 我們來探討缺電的政策 最近你都講說 和平電台倒塌 不是缺電 是電輸不出來 那之前世修就有講 安全的備載容量是15% 如果你假設政府台電 你是把他安全容量 是在15%的話 那今天缺這4% 不會缺電 你今天不要講說 立法院甚至於行政院 跳電了 你講說這是跳電 這不是限電 我告訴你 這是假跳電 這是限電 那你今天再回過頭 剛剛佑正講的 和一廠一號機 和二廠二號機 如果兩組機組 並聯發電的時候 能夠提供多少 165萬千瓦 和平電台這4%是多少 130萬千瓦 如果假設你當時 你不要 你那時候為了要綁國民黨政府 讓他捉襟見軸 然後你故意要看他的笑話 結果等到你執政的時候 和二廠二號機 同樣大修完了之後 這個有問題 結果同樣的 你反和人士都講 和一廠一號機你不能用 你已經做成決議 和二廠二號機也是這樣 那你也不能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今年年初 和三廠二號機 也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 你就可以用 你執政就可以用 你限的話 就沒有安全問題 我相信今天民賢 不是穿紅衣服 他要穿黑色衣服 不行 黑燈 我也必須要講 台電的人員最近一再講 可以說吃電話來 可以用的電話盡量用 結果你用了之後 你看到發生什麼事 5月3號和三廠二號機 控制棒導管確定有變形 然後也不行用 6月2號和一廠內電塔 因為豪宇倒塌 二號機被迫停機 也不能用 7月2號台中火力電廠 八號機破管停機 也不能用 7月21號林口電廠二號機 電源異常 我跟你講零零鐘 很多 出現了那麼多的一個問題 這代表什麼 人如果你不休息 他也會生病 機器你如果用久了 你不讓他休息 輪流休息的話 他馬上給你狀況擺出 你看到前幾天 好像是禮拜六禮拜天 台中火力電廠又跳機了 如果是在禮拜一禮拜二 上班時間如果跳機的時候 那你桌進箭頭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沒有缺電 電送不出來 現在我們只是覺得講說 這是一個問題 你要非核家園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但是現在 你核一場一號機 核二場二號機 這一個決議的問題 我相信你民進黨 在國外是多數 你現在是執政 你也不要把這個 一推二五六講說 核四場那個封存 是馬政府做的決議 你那個時候 是不是林英雄前主席 大家都出來絕食 搞到馬政府不得不封存 那如果你覺得講說 是馬政府封存的話 那你現在蔡英文政府 可不可以把它啟用 你把封存解決掉 不要像剛剛這一個 這個立成兄所說的 怎樣 你二馬往太主 你一貓換太子 你把核四場的 這個機組的零件 拿來給核二場來使用 你有沒有用到核四場 還是有用到 還是有用到 你不要不要 我會覺得講說 真的不要用頭吃飽的 開大門走大陸 你就完全執政 你就完全負責 現在人民老百姓 每天就要看這個 剛剛佑正講 一個燈到五個燈這樣子 到底要跳哪一個燈 我們今天受不了 今天假設 如果你機組 陸陸續續都出問題的話 橘燈變紅燈 紅燈變黑燈 我不希望看到李明賢 每天穿黑衣服 紅色就好 好 我們等一下會來繼續討論 我們休息一會先聽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 好 現在我們的政府用電政策 根本就是大有問題 觀眾朋友 您現在看到了 表達一下您的意見吧 因為現在認為 應該重啟核四的 已經有1500多票了 好 那麼寒冰 我們其實剛剛在講到說 死要面子 就是不肯重啟核電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蔡政府 可是他現在火力全開 火力發電廠這個機組一直 日野超 夜野超 他要啟用新的機組 現在就是沒電怎麼辦 花錢買電 花錢買電不夠怎麼辦 偷核式的電 再不夠怎麼辦 好 火力發電廠新的機組 我跟你講環評沒過 廢水拚命牌 他居然還敢啟用 我跟你講現在蔡政府 不是他死要面子 他還要我們的命 因為實際上就是非常簡單 因為所有環評不過的東西 你污水處理本來預估 是根本不可以過的東西 結果你現在為了硬幾趴 就可以上場 大林那邊就是現在就變這樣子 實際上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記得兩三個月以前 才是因為可能會跳電 所以緊急從國外 運了兩個緊急發電機組來 也是根本沒有透過任何環評什麼 然後他本來的 預計他的過濾的系統 只能裝一半 然後也是直接去上 現在都是用這一招的 現在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那些環保團體 現在好像全家死光了一樣 現在都不會講話 全部不出聲了 很奇怪 以前你們不是弄一棵樹 弄一點點道路 全部都不行嗎 怎麼現在一個人全部都可以了 我覺得現在最需要 去協詢一個人 這個人叫林毅雄 你當初弄核色的時候 你絕食不是很厲害嗎 等到蔡英文政府上台 你絕食就變成接力 偷核色的店 趕快出來絕食 是啊 然後現在 現在核色又重新開始 可能有啟動跡象 你怎麼不出來絕食 拜託我知道你年紀大 你不需要絕食 你現在在大太陽底下 給我坐一個鐘頭就好 你就坐坐看 你現在你不是聖人嗎 出來 怎麼躲起來 不用絕食五小時還要換人接力 一個小時就好 曬太陽 一點到三點 對啊 你就坐在那邊 你就坐在捷運站好了 你就坐兩個小時 一點到三點 你就坐在那邊 不是大家都講得很好聽嗎 聖人嗎 怎麼現在都不敢出來呢 我覺得聖人就是這樣 現在你用這樣應急的東西 其實是造成我們更大的恐怖危害 然後我們的店 還是隨時提心吊台 因為它隨時還是有可能會掉店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逼到 這麼緊迫的地步呢 我們的民族這麼賤 就是台灣一定要活在這麼賤的 情況下 每天提音吊膽 用不到店 我們明明是個先進國家 哪個店都用不到 連想吹個冷氣都吹不到 這到底什麼鬼國家 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我們活在這裡到底幹嘛了 實際上剛剛世維也講過了 你現在硬去操這些機組 讓他沒有辦法 該去稅修的 該去做的這些保養 都沒有辦法去做 到最後過度操的結果是 他無預警跳掉的機會更高 他如果這時候其實與現在 這麼緊急的狀況下 任何一部機組只要無預警跳掉 那我們就真的明顯 可能連衣服都沒得穿了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紅燈真紅衣 黑燈真黑衣 靠電 出風光好不好 所以衣服要多買幾件 所以我們政府 為什麼一定要去搞 現在就是搞到你死要面子 然後讓我們害死 我們2300萬人 這樣你就滿意了嗎 所以我覺得該勝人的 該出來負責就要出來負責 執政者 你自己現在該做什麼動作 你也敢去做 如果專家學者 都已經告訴你多少次 已經很明白了 你這樣做是掩耳盜鈴 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 如果你還這樣明晚不靈 到最後你自己會看著好 人民 我跟你講 台灣人民雖然笨 但是不會每天被你騙 一定會有一天大量會醒悟 是 師兄 你講一下 就是那個到底為什麼 環瓶都沒有過 然後這個污水 他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不是要給我們一個 乾淨的家園嗎 怎麼搞這樣 好 稍早我們看到林權院長 他也說 在接下來幾天的宮殿 大林的新一號機組 可以提供 20萬千瓦的供電能力 所以也就是說 大林新一號機 會是接下來這幾天的關鍵 但其實大林新一號機 它是燒煤的電廠 燒煤它有一些污水 是需要經過過濾跟處理的 原本這個污水的過濾的設備 其實是還沒有驗收完成的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環保設備 還不OK的一個電廠 所以原本他們是預計在這個禮拜 就要測試運轉 那在測試運轉的時期 就可以攻擊一些電力給電網 好 後來就是因為 污水系統的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可能要延到下禮拜 甚至下下禮拜才能繼續測試 但是因為這個禮拜 連亮五顆紅燈 所以現在上面 就有一個政治壓力 壓著台電說 我不管你怎麼樣 你的大林新一號機 你就是要在這個禮拜給我上線 好 台電被逼著也是很無奈 他們就說好 我們想一個辦法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把還沒有辦法 過濾的這些污水 它照樣排 我們找一個水槽 先把它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 等以後我們的環保設備 真正全部都弄好之後 我們再來想辦法想說這些 先撈起來這些污水 要怎麼處理 我一天我就覺得很生氣 今天一個大型的發電設備 它的環保過濾系統 應該都是要配套措施都要先做好 你才能夠上線運轉跟發電 但是現在是為了 我們的供電的一個壓力 而且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造成的供電壓力 你放著核電機組不用 你逼台電要這樣子 違反環保的法規 那就為了拚大林新一號機 在這個禮拜就要上線 剛才那個也有提到說 就是所謂的大潭的那個 緊急發電機組 那個也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原本大潭的機組 原本是說要跟日本租緊急發電機組 後來談一談談不攏 去跟美國拘一 後來又說施工工期 可能趕不上暑假 那是不是可以先裝一個 單循環的機組 後面那個副循環的那個部件 我就先來不及趕工 可不可以單循環的先上 但是單循環的機組 它的污染就比較大 所以那個時候的 在環保署的環評 也是環評委員 很多都提出反對的意見 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好像是違反了環保的一些法規 結果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 帶領的環評大會之下 就把這個重做環評的決議 硬生生的翻盤 所以我們現在大潭的機組 其實是在今年夏天 就渴望供電的 當然後來台電也因為說 可能因為施工還是有一些困難 原定是7月18號 大潭就要上線供電 現在很顯然會跳票 我不知道在下個禮拜 還是下下禮拜 能不能供電 這我們不知道 他不是說馬上就要 趕快交更電了嗎 但我覺得最悲哀的是 包括我今天看到新聞 就是民進黨發言人王敏生 還有綠色共鳴行動聯盟的 洪生翰 他現在同時也是行政院 能源減碳辦公室的委員 這些人全部都口徑一致 說這個國民黨 還有這些永和人士 又在這些危言聳聽說 要什麼重啟核電 這其實都是什麼書店的問題 還有一些什麼台電 有一些工程 有一些延誤 沒有辦法如期的上線 所以這些都是人為管理 跟書配電的問題 不是缺電的問題 好了 缺電問題 剛才已經破解過了 本來就是我們北部電廠不夠 人為管理書室的問題 你有沒有搞清楚 尤其是洪生翰先生 你好歹你是掛著環保團體的名稱 你今天要一個大潭的緊急 一個單循環的機組 污染防治設備 都還沒有完工的機組 就要趕著他上線 你對得起你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自稱是環保團體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 其實我相信民進黨 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政治壓力 所以他們這個髮夾彎 可能不太好轉 他們的政治壓力就來自於說 民間這些反核的這些輿論 跟這些反核的公民團體 當然這些公民團體過去 就是幫助民進黨取得政權 打倒了國民黨 現在一個一個都進政府當官 我在這邊 我就請電視機前的觀眾 以下幾個名字 拜託幫我記清楚 我剛剛講到的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洪生翰 他現在是行政院的委員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的陳愛玲 他現在也是行政院的委員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施信明教授 他現在也是行政院委員 這各個都是官 但是在面對我們的供電危機 會違反這些環保法規 造成嚴重的汙染的時候 這些一個個環保團體 全部都閉嘴了 之前核三場重啟的時候 這些反核團體 一個一個都閉嘴了 所以我真的要懇求各位觀眾 我們真的要認清公民參與 就是被這些散布謠言的政治打手 給弄臭的 如果今天我們要有一個健全的 電力供應環境 跟一個健全的 民主社會的一個政策 我們應該要先從 唾棄這些環團 假環團政治打手開始 好 來 這個陳董 是不是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就是說 現在就是重啟核電 應該就是一個最好 最有效的辦法 迅速的可以解決我們的 用電的危機 可是我們的政府 現在依然做事不管 我們喊了個半天 民意都已經顯現在 我們的電視螢幕上了 可是我們蔡政府 仍然不為所動 OK 好 我就 我就提兩個東西好了 第一個 我們現在合一合二 不上來 每年 125億度的電 就是本來可以何人來發 像他不能發對不對 好 那用什麼方法 因為煤都刻滿了 只好用氣 天然氣 我們天然氣是所謂的 液化天然氣 要降到100多度 160度攝氏 把冷氣 把這個天然氣液化 再用船進來 在台灣那氣化 這種是非常貴的 說每一度電跟這個核電 大概差2塊半 說125億度電 停一年 天然氣取代就300億 每天一億 已經一年了 每天就一億這樣子發生了 好 那這兩部機 不是可以發250億度嗎 我想說四部機的話 剛剛這兩部機 各一部機125億度 其實核一核二就可以發250億度電 好 現在蔡政府有非常偉大的 太陽能計畫 剛剛談了嘛 2000萬瓦 2000萬瓦每年發多少度呢 251 跟核一核一模一樣 發多少錢 一兆二 一兆二 核一核二你根本免急嘛 你就加一點點錢 就是就可以研議了嘛 為什麼要花一兆二 來搞太陽能 你發的電 就跟核一核一一樣 還不講核三 第二 土地問題 2000萬瓦 土地就是300平方公里 比台北市大 所以哪來的地方 對 現在蔡政府 現在已經絞盡腦汁 全台灣找了半天 可以裝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600萬瓦 所以說蔡政府本來是 2020年的目標是800萬 偷偷下修600萬 反正下一任誰選上也不知道 我現在先講這樣子 至少先不要破功了 然後他現在 這個就是你看找不到地 現在水庫也在裝 什麼杯塘也在裝 等到你裝了 這三年都該裝都裝完了 你後面還有三分之二的 你要去哪裡找地 是不是騙人 好 謝謝 我們現在講 蔡英文總統 我們回顧一下你講的話 你2015年9月的時候 出席全國工程艦 蔡英文後援會 南部地區成立大會的時候說 我跟大家保證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一定做到 絕對不會缺電 今年3月參觀林口電場的時候 你也說絕對不會缺電 過去你在擔任 民進黨的黨主席的時候 你也說台灣不會缺電 如果有缺都是人或組織的問題 再加上鄭力軍 葉宜金 好多好多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曾經都告訴大家 台灣絕對不會缺電 台灣如果缺電 都是台電把電藏起來了 好 現在你執政了 是不是民進黨可以去把這些 藏起來的電給找出來 否則 小玉 蔡英文 鄭力軍 葉宜金 出來跟台電道歉 今天台電已經很辛苦了 我講難聽一點 我剛剛講的想盡辦法去擠電 不惜去偷用核四的電 他都要把電擠給你 讓你不要紅燈轉黑燈 你現在還這樣對人家 要人家冒著生命危險 去修火力發電機的機組 要人家熱個半死在辦公室 這個玻璃維木大樓裡面 熱到昏倒中暑 請問一下過去你們這樣子 污名化台電 突然跟台電道歉 突然台電對這些人提告 不是嗎 所以剛剛韓濱在一開始就有講了 所以要恭請不當當產委員會的主委 顧利兄 不當長電處理委員會 對 就請他當主委 然後鄭力軍 就去當不當長電的副主委 鄭力軍當台電董事長 把電找出來 反正我們現在很多的 疊床加入的單位 很多的委員會 其實也不差這個委員會 如果有多這個委員會的話 可以把長電的幕後黑手抓出來 不是也是功德無量嗎 不是在講什麼轉型正義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成立這個委員會 反正文件會主委 再接一個也沒差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如果 他沒辦法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 欠台電一個道歉 應該要出來道歉 但是我回過頭來再講 就是說民進黨其實最愛講的 除了用愛發電之外 就是講這個非核家園 事實上我覺得在座所有的各位 並不是說不贊成這個去核化 但是我覺得去核化 你再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供電要能夠穩定 除了我覺得大家 就是說民眾現在在高溫氣溫之下 是非常能夠 我們不希望每天都處在說 今天跳電 明天缺電 後天限電 大後天停電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想要處在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恐懼之中 我覺得要談理想 是你要先能夠吃飽肚子 要能夠溫飽 再去談這個理想 所以為什麼不只是民間 你包括很多的企業界 現在都拜託政府說 你要供電穩定之後 再跟我談去核化 你知道嗎像昨天 你知道我這幾天都在立法院 所以我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 你知道不是說1點到3點 大家都要先關 就是說要先停 先把這個冷氣先關起來 結果3點之後 你所有的這個冷氣 全部一開 一開你知道造成結果是什麼 馬上就大家跳電 集體跳電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 我插個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 大家集體跳電 交通部也跳電 什麼行政院也跳電 然後立法院跳電 就是故意跳電 故意跳電 在那個時間減緩一下用電量 故意跳一下電 減緩一下用電量 要不然搞不好 昨天就亮黑燈了 我根本覺得公布 就是你知道 就是奉承上義 既然快黑燈了 趕快跳一下電 故意把電全部關掉 這樣這個用電量 瞬間減緩一下 我跟你講真的 我真的這樣覺得 所以你知道嗎 這會造成兩個現象 你知道 你到昨天然後3點的時候 不是每次到公務員 都會有冷氣來了嗎 然後大家開始歡呼 冷氣來了 結果開了之後 跳電了 然後全部人這樣子 你知道就會有那種 瞬間高興 然後馬上就 又掉下來 第二個現象你知道 現在就是為了要避免 集體跳電 因為剛剛你講的那個狀況 就砰 就跳電了 所以他現在要把就是說 變成要延後開 譬如說你交通部 你可能是3點可以準時開 你交易部 可能就3點5分開 然後你其他什麼部會 就3點7分 3點8分 這樣延後開 等到最稅最稅 可能要到3點半才開 結果我們要變成第三世界的國家了 只有這樣子嗎 以後還要變成 每一層樓輪流開 不是一棟樓一棟樓 是每一層每一層 一間一間辦公室開 我跟你講 那跟我去年去柬埔 在看到的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很可怕 那不是就變成人民公社 照配幾個嗎 那根古時候選票 翻牌子第幾樓就開是吧 對 所以大家用輪的 你不覺得我們本來 1點到3點 就已經很辛苦 大家好不好3點3點 可以吹冷氣了 結果現在我的這個樓層 要輪到3點半才開 那你不覺得大家就越來越辛苦 越來越辛苦嗎 所以我是說 我們回過頭來 就是說你要講理想 不是不可以 非核家園相信沒人反對 可是你就是要再公定穩定 就像我剛剛一直強調 你要吃飽肚子 你才能再講理想 那現在大家連跳電 就是連不希望缺電 這樣子很小的一個願望 都沒辦法達到 那你一定要講那個 非核家園理想 我覺得真是太遠了 那另外再講到說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這幾天 就是為什麼沒有變黑燈 這個李寗賢沒有脫光 這個原因 這連回事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台中火力破管 它其實是在非常非常幸運的 三個巧合之下 它一天之內可以把它修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你在一天的時間 能夠修好 你必須要有時間 位置跟材質 就是因為它剛好 那個破管的地方 它沒有在擴大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位置是在人孔蓋的部分 所以就修的位置 你不用再搭那種高架 第三個它的材質 就是你不用額外再去接 你把它鋸掉再焊接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有 這三個巧合跟幸運 所以我們的火力破管 只能夠一天之內修好 如果說萬一我剛剛講的 沒有任何一個幸運 沒有任何一個巧合 你變成修的時間 你要往後延 搞不好我們今天就已經限電了 就已經完全變黑色了 所以你不能每次都在賭 我賭說我這個破管 我每次下次一個什麼機組 我馬上就一天之內 會上中火的發電廠破管事件 你有這麼幸運就可以修好 我覺得不能每次 就像我們跟老天隊賭一樣 你是不可能每次都 這樣子跟你賭的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你今天在講 剛剛不是講說 好你就算不用 你核四你死都不用好了 我們剛剛就是大家強調的 你大鄰大壇 你現在讓它緊急上陣 我們姑且不論剛剛在談的 你這個都不用重新再做還評嗎 還有你的廢水處理問題 你解決好了嗎 好你就算這兩個我們都不追究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不想要缺電 不想要限電 我們讓你趕快可以倉促上陣 問題是你能夠保證 你上陣了這一個禮拜之內 你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嗎 而且你發生任何問題 你可以像台中火力發電廠破管事件 這麼幸運 能夠三個東西都讓你巧合 一天就能夠修好嗎 所以你看我們又要活在 這個馬祖武寶比的這個情況之下 未來大鄰大壇這一個禮拜 在試轉運 或是能夠上線救援的狀況之下 你真的要保證 每天都要保證 完全完全不能夠 有任何的狀況發生 不然我覺得很快 我們又要看到李明賢 又要換衣服了 好 所以拜託蔡政府 趕快重啟核電吧 大家都快要熱死了 安全無雲的情況之下 重啟核電 過去馬英九把這個核電給 核四給封存 因為政治壓力 其實我跟你講也是50大板 現在蔡英文 你也被打50大板了 如果你不想 要以前打在馬英九身上50大板 又回到你身上 變成你一個人被打100大板的話 麻煩好不好 過去錯誤的政策 現在你可以挽救 重啟核四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對 否則的話不重啟的話 我看我們真的都快要熱死了 政府要熱死我們 還要毒死我們 明天我就穿西裝外套了我跟你講 熱死 你要像林賢看齊了 他先說 好 來 觀眾朋友 這個其實是一個悲劇 悲劇發生了 大家知道不可以酒駕 更不可以獨駕 吸毒之後開車更可怕 可是玉琴姐 在台灣酒駕不行 獨駕沒關係 也沒撞死人就沒關係 不是嗎 荒謬 對不對 所以才會不斷的上演悲劇 要輸人命了 對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昨天 國道3號的新年 新竹香山路段 當時因為有個鄉行車 他爆胎了 結果後來有遠景到場 趕快去協助救護 但是沒有想到 來了一輛拖板車 那個拖板車從後面 一開直接就追撞 造成遠景當場殘死 好 那麼這名遠景 他當場殉職了 而另外還有一名 跟他同組的遠景 下車查看也被波及 結果受了重傷 他的雙腳骨折 大家知道嗎 重點在這邊 拖板車的這個駕駛 他本來還撒謊 還狡辯 結果後來是因為畫面會說話 他只好後來坦承說 他的確是有食用安毒 五天前食用安毒 現在就看到了 這個毒駕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他甚至 不要說是害死自己了 你會害死別人的性命 來 彈兵 可是之前 我們才放過一個毒駕的 有沒有 我們討論過 六月底的討論過 說這個毒駕的 在2015年吧 也是毒品被抓到 吸食三種毒品 又去酒店 又去機車旅館 結果逮到以後 因為他沒造勢 因為他沒有撞到人 因為你無法證明他 無法安全駕駛 所以毒駕的人 你給我判無罪定驗 今天毒駕撞死人 而且撞死的是一個國道員警 是 因為我記得那個 好像是超標27倍 26 26倍 賈基安貝他命超標26倍 你超標26倍的人 居然告訴我說 你沒有辦法去證明 他不能安全駕駛 我有時候覺得我們的法官 真的是哪一個國家 訓練出來 我實在搞不太清楚 我們是給非洲代訓 還是給什麼 伊卓皮亞代訓 伊卓皮亞吧 對 我是搞不太清楚 因為這些法官的訓練 到底怎麼訓練 他比一般人的毒品 超標26倍 你居然認為他 還是可以安全駕駛 那到底不能安全駕駛的情況 我就覺得很奇怪 260倍 是 那表示 在我們國家認定第一個 我們不是超過0.2 現在是超過0.22 你就算是25 就危險駕駛 那現在表示我們國家認為 酒是比毒品更恐怖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國家的標準 毒品比較不可怕 是 對 酒是比較可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標準範圍到底是什麼 這個到底是 法官自己自由行政就可以 還是有什麼客觀的東西 去做依據 你是根據誰的判定說 他可以安全駕駛 你是找了一個人 給他注射27倍的毒品 然後叫他去駕駛看看 你有經過這樣的測試嗎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憑什麼說他可以安全駕駛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同樣回到我們今天 看到這個非常不幸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警察 他在執行他的刑務 照理來講 你根本就不應該 在那種光煎化熱之下 你怎麼可能會去撞到他 結果他就撞到了 然後結果這個偷板車司機說 他是五天前吸的吸了毒 所以這應該跟這次駕駛 是無關的 當然這是他個人的說詞 可是在我們看來 如果你不是因為吸毒無謊神 我是在搞不清楚大白天 為什麼你會 連路都不認識 然後直接去 把車子整個插過去 然後還說什麼 前面有車你要閃車 你看那個畫面 那個真的撞得非常的誇張 對 你畫面上已經證明 你前面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就是莫名其妙 突然這邊車頭一板 就撞過來了 就是事實證明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偷板車駕駛 我記得我看新聞 他其實在幾個月之前 還犯過另外一個事情 他連撞七台車 所以這個人 第一個他是個壘犯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在幾個月之前 已經連撞七台車 為什麼這是一個職業駕駛 偷板車是職業大哥的這種貨車 他是特殊駕照 你要另外考駕照 為什麼他還可以繼續在路上開車 為什麼他可以繼續職業 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他是連撞七台車的人 結果現在悲劇再度發生了 我相信這個東西在路上 到最後是什麼 因為像這種人 他大概身邊 不會有多大的財產 就算有財產 他之前連撞七台車 大概也沒有了 所以現在你賠償賠不出來 你說坐牢 大概也坐不了多久 因為在我們國家 業務過世致死 其實判得非常非常輕 通常是判個一年多就出來了 就是這樣 然後一位 國家好不容易培養的員警 一個可能是一個家庭的資助 就這樣犧牲掉 我們國家已經多少次 這樣的悲劇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 我們國家的法官 一直以來被我們認為是恐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認知 跟我們整個社會的認知 脫離太遠了 到底是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子 我們司法改革委員 開了這麼久 從來不去討論這一點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第二個 我們國家在相對的 這些業務過世致死 或其他相關的 這些交通法規的 法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的 第一道讓我們覺得 簡直不可思議的地步 可是問題是 立法院天天在吵 吵了這麼多年 哪一次有在這一方面 去更改過沒有 沒有 每一次等到悲劇發生 大家罵有沒有 罵個幾句就算了 就沒了 接下來還是同樣的事情 再度發生 光是在這個節目上 我已經不知道講過 類似的事情多少次了 我們還要繼續這樣子嗎 可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每次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他們有做任何的改變嗎 有任何一個人提案嗎 我必須說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到底在幹什麼 你們到底活得幹嘛了 我們選你出來幹嘛了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覺得 每一次同樣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觀眾 我們全國的人民 都要一再的 一二再 再二三 看到這種東西嗎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悲哀 如果現在 還沒有任何一個立法委員 出來講話 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願意去提案 我覺得這些政黨 這些立法委員 都可以全部廢掉 因為有你們在跟沒你們在 根本沒有差別 我們還是一樣 生活在水蒸火熱當中 對 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悲劇會一再的重演 因為獨家竟然可以無罪 而我們更是姑息毒販 末世毒品 當然有可能再發生悲劇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好 繼續我們來談談 這剛才我們已經看到 昨天活生生的在國道 上演了獨家之後 發生撞死人的慘劇 好 那麼繼續我們就要來看看 其實獨家很可怕 可是2015年當時一個判例 他可以無罪定驗 所以話說回來 小平議員 如果你獨家再沒有事的話 這種車禍 這種撞死人的事情 不是會一再的上演嗎 是 因為獨家比酒駕 嚴重太多了 像安獨是很嚴重的 可是兩年前就判出 台中一審二審 超乎人體標準 26倍的安獨都無罪 無疑是給安獨一個合法的 合法上路的執照一樣 現在警察跟檢調士氣非常低落 因為警察好不容易抓到這些歹徒 然後好不容易起訴 最後都判無罪 所以很氣餒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這樣判 我以兩年前的台中為例子 因為第一個概念 法官就很弱 就是怎麼會獨家跟酒駕 比起來還認為酒駕比較嚴重 這是完全認知的錯誤 第二個 他用安全 能不能安全駕駛作為獨家 違不違法 而不是你超標幾倍 我舉個例子說 對酒駕它就很嚴 0.55非常嚴重 現在0.25都移送法辦 可是以前 如果你不照酒測 安全標準 他是不管有些人0.55 他還是森羅湖 你家走直線他走得很直 他酒量超好的人 身體平衡 對 身體平衡非常好 你做那個檢測 可是超過0.25 就覺得移送法辦 很清楚 然後可是 你如何斷定獨家的安全駕駛 所以你沒有標準 你有標準 就都判無罪 這第一個 這個一定要改變的 其實法官改變 第二個 這一次這個人實在很可惡 這個人 直接撞上去那個警車 而且他還狡辯說 要閃車 然後這個東西擋到了 根本沒有遮蔽物 就直接撞上去 我看是幻覺 吸毒吸都換血了 對 還打方向燈 幹嘛把那警車當成那個 右轉的那個砸道下去了嗎 所以才那麼嚴重 是不是這樣 而且 因為他自是吸安非他命 會提神 跳舞很多人 一直跳 吃安非他命 跳舞都不會累 跳到天亮都不累 而且他這次 從高雄到新北 新北到苗栗 是不是連安非他命提神都無效了 以前提神是檳榔 現在是搞安獨 安獨 他是不是引太大 連安獨都已經沒有用了 他太累了 所以才直接撞上去了 完全沒有 而第三個 今天是一個最悲傷的父親節 你知道 他小孩才高一 對 以後怎麼繳學費 怎麼生活 很慘你知道嗎 你年紀又砍成那樣 我看婦婿也會減少什麼 細節要查一下 然後今天 這位有公布一個影片 就是國道警察 紀念12個人 在國道上執法殉職的 殘不散 那個影片看了 大家都鼻酸 可是什麼呼籲沒用 法官也不改法令 判決判無罪 然後我們真的要替這些警察 講一些話 殉職的警察 在執行的時候 安全裝備 根本就沒有改善 沒有不足以保護他的身體 第二個 他的法令是不完備的 第三個 藍檢介護的SOP 都沒有 怎麼辦 不只是毒 以後如果 你抓到通緝犯 衝鋼槍一掃射跟外國騙一樣 全倒 你看到的 你常常看到酒駕是那樣 那是非常危險 幾乎是沒有保護 如果碰得還好自帶 台灣自帶好一點 如果像外國那樣 這個彎槍一掃射 全部就死光了 那兩台車的七八個援警 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政府真的要 你除了砍軍公交的這些 這些替代率的退休金以外 你真的要替警察的生命 死了12個人拍影片 你總要推他好一點 你總要有一點作為 拜託蔡英文 我求求你了 來 林賢 剛剛小平議員只能講 最悲傷的父親節 對啊 那噪音就是 我們台灣對毒假的容忍度太高 不是我們的容忍度高 是法官對毒假的容忍度很高 我覺得這有幾個環節 是有出了問題 發生這種 就說這種悲劇 真的是這種父親節 你叫人家情何以堪 我覺得我自己有親戚 在第一線當警察交通隊 我特別 這問題我去請教一下 就說他們在第一線執勤 是有困難的 是有問題 譬如說這分兩個層次 他們晚上出去攔檢的時候 第一個抓酒駕 酒駕問題 因為有機器可以檢測 一吹氣 有沒有酒測值 有沒有在容忍範圍內 馬上就出來了 如果毒品的話 他們怎麼抓 第一個 他們在車上如果去看到說 他人是有點恍惚了 恐嚇他 當然就可以進一步 他可以去查車子裡面 有沒有吸食器 有沒有毒品 如果有的話 就移送 照那個刑法去查 就可以驗尿 有看體內有沒有殘存 當然這是以刑法去論 第二個 你就說你真的是吸毒的話 你有當場嗎 或者說你是前一天 或者說你當天 當天幾個小時前你有吸毒 你車上已經沒有任何吸食器 也沒有毒品的話 你怎麼抓 你現場警察用第一線 你只能用目視去判斷 剛剛像小平原講的 做生理平衡 可是如果都通過的話 你怎麼辦 你不能call他 你還是讓他開車開走 其實他搖搖晃晃晃 你也讓他開走 你現行沒有任何一條法律 可以阻止他call他車 讓他下來或拘留24小時 都沒有 你完全沒有 酒駕是有 酒駕你可以拘留24小時 就說後來隔天再移送 等他酒醒或什麼 是 所以毒駕比酒駕 是更危險的 可是現行法令 沒有任何防毒措施 這怎麼辦 所以我就幾個防毒 剛剛那個 我覺得兵哥也提到說 如果沒有委員 可以出來修法 抱歉 有了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顏寬兒有說要修法 第一個我就修法 你法令要不予說 讓警察可以直法更明確 未來就是說 你除了危險駕駛這一部分 你如何比照國外 因為香港有例子 對於酒駕 對於毒駕就零龍忍 吸毒還可以開車 他的危險性 當然高於酒駕 所以修法 賦予他明確的行責 就是說你對於酒駕 零龍忍那一部分 如何把它寫到行責裡面 如何去定義說危險駕駛 第二個就是說 你修法完成之後 這部分你當然法官可以判決 可以更明確 你現行的法律 如果有模糊狀態底下 法官要判決 我道德責任 我幹嘛要怎麼去判 所以我覺得說 修法是真的是迫切 迫切需要的 而且我覺得朝野真的這一部分 現在台灣的講究是人權 反而是 就是說你加害者的人權 我覺得台灣真的要走人權的話 變成大家認為說 變成酒駕 變成衛爆彈 所以我覺得立法委員有責任 趕快修法列為第一優先要務 修法完之後 只把了部分 SOP趕快進行把它建立 我猜到數據 過去10年 獨家的部分 才1763件而已 佔比例是0.21% 這部分你都開玩笑嗎 這根本沒有在抓獨家 根本沒有 對 而且抓酒駕是有祭典的 警察是有祭典 有獎勵的 抓獨家 沒有 所以這份趕快修法 我覺得把這些衛爆彈 拆除掉 的確 尤其像剛剛其實 明顯也提到了像香港 那我們就看看 人家香港怎麼做 人家對於獨家是零容忍 而且如果抓到 一定是抓去關 查獲就是關三年 罰款就是2萬5 包括美國 歐洲國家 日本 都有這樣的一個罰則 可是視為 唯獨台灣沒有 台灣完全 這個最近消息 這個肇事司機 撞死了警察 10萬交保 10萬就交保 沒事了 現在就先出來了 10萬而已 才10萬 你看 我們每次 你看這個酒駕制定的一個法律 我們是付出了多少的代價 然後才制定這一個 酒駕的一個法律 我請問 喝酒 單純喝酒 沒有違反法律 但是你單純吸毒 你就觸犯法規了 對不對 你喝酒 如果你沒有去酒駕的話 你沒事 但是現在 你如果是喝酒駕車 你就違反法律 那吸毒 喝酒是只要你坐上車 手摸到方向盤 就開罰 有這個補一句就好 偷民進黨 那些法官拍 檢察官拍執政黨馬屁 韓國人偷9萬 收壓禁見 這個撞死人10萬交保 什麼國家 你們想想吧 對 真的 我覺得講說 民進黨政府 你都一直在製造國安問題 你光是一個這個竊賊 人家講說你好幾百人去封山 你講說那是國安問題 我是執政黨 那你為什麼要製造國安問題 你為什麼門不關好 然後你抽屜不鎖好 你讓竊賊去給你偷了9萬塊 然後你大費周章 好 既然那個是國安問題 我請問你 毒品駕駛 如果吸毒駕駛 是不是國安問題 也是 也是國安問題 你看到我剛剛就講 一個喝酒你沒有駕車 他沒有事 但是你如果吸毒 你沒有駕車是有事的 那吸毒又駕車 那是不是犯雙重 所以說明記可用 你不要等到我們陸陸續續 都付出很多的一個代價 然後才講說 我明記可用我來做 事實上酒駕跟毒駕 它是一樣危險的 怎麼是法令講說 不能安全駕駛 那你就是鼓勵可以吸毒駕駛了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安全駕駛 如果吸毒的話 不能安全駕駛 你才判斷無罪 你這個字眼就是鼓勵說 你吸毒是可以駕駛的 那你看到這個畫面 直直過來就衝撞了 那這些員警 他們都是 人生父母養的 他們還有家庭 他們還有妻兒 那誰為他們聲張正義 你民進黨政府 你不是口口聲聲 一直在講說要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 我們只要一個簡單的 公平正義 難道不行嗎 你現在是多數 我就講 一個喝酒駕駛就不對了 那吸毒已經不對了 吸毒又駕駛 那可以嗎 這不行 如果是不行的 我們既然是零容忍 酒駕都零容忍 毒駕更零容忍 比照國外的一個法令 那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不行 如果像剛剛明前講的 如果所有警察 你在給他攔檢的時候 我可能 不曉得說 酒駕也便 那毒駕他會不會仿生 那我請問 如果假設這個駕駛 他沒有安非他命 那他在車上 他是有強力交的 他有吸持強力交的 他會不會恍惚 但是假設如果說 你沒有制定一個法律 我相信你抓到了 也辦他不了 也辦他不了 最多只有違反社會資訊 違覆法而已 所以說我還是覺得講說 這個法律 朝野要共同的 來做一個制定 真的 不要讓這個漢市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一直重演 然後等到所有 失去了很多破碎的家庭 然後很多的一個代價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講說 我們民進可用 我們再來制定法 各國的標準在這邊 大家自己看 都非常的嚴格 所以很多國家是零容忍 我管你吸多少 我管你吸什麼 抓到我就是法 甚至永久吊罩 關十年等等的 唯獨台灣 現在法官 對於獨駕的人 是你沒有造勢 沒有要出人命 我就放你走 你就無罪定諺 這像話嗎 小玉 對 我覺得酒駕 既然是零容忍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毒駕竟然是可以百分之百 可以容忍 現在他 其實剛剛我們講到了 就是說 其實台灣對這個毒駕 他其實並沒有很明確的法令 你現在如果說毒駕造勢 或是毒駕重傷 致人於死的話 你頂多就是刑法 刑法就是毒品致人 使人致死的話 是可以處三年以上 或十年以下的刑法 另外就是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毒駕致人重傷死亡的話 你就是頂多吊銷執照 不能再考 就是我們是有一個法令在那邊 但是能不能用 要端看法官 法官通常我們剛剛大家聽很多 就是因為你這個毒駕 就是不像酒駕這樣子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認定標準 譬如說剛剛大家都提到 你酒駕 你現在藍檢的過程當中 你聞得到 你看得到 他可能拱心拱心 那毒駕的話 他其實如果你是吸得很High的話 他其實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就是說他吸完了之後 他會有一個反應期 譬如說人家就說 他的反應能力 我們知道說吸得得茫茫有沒有 就是他反應能力 辨識能力 身體的協調能力 對 就整個你在判定 他就是變得比較慢 但是他不像就是說酒駕 你一下來那種喝很茫的 你一下側你就聞到很濃 很濃的這個酒精的味道 對 或者說你有這個直接可以測試 你有那個酒駕測試器 你馬上就可以測他 到底有沒有超標 那毒駕你可能最後 你可能是說 你要弄弄他頭髮 或是血液 你來測試 而且可能要 不是馬上就可以驗得出來的 你要看那個報告結果 這就算你千辛萬苦 你蒐集到了你血液 驗尿 頭髮這樣子去驗 驗完之後 你還要經過法官這一關 法官他如果說跟你判定說 他無法認定 他不能夠安全駕駛 變成說你舉證 你是有難度的 為什麼到最後 就是說你100個當中 你可能就是 只是一個判決有罪 那可能99個 通通都是因為你沒辦法 認定他不能安全駕駛 你沒辦法舉證 所以你就高高舉起 就輕輕放下了 所以現在問題是在這裡 還有就是我們就是講到說 你看而且你知道毒販 我覺得最害怕的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他今天 會突然撞上去 所以他可能 因為他在車上 他其實有找到說 他當時是有在使用 吸食器 對 吸食器 那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有沒有可能一種狀況 他吸得嗨了 就是吸嗨了之後 他會有幻想症 他會有 你知道吸毒的人都是 為什麼國外那些 什麼吃了那種鹽那種的 就是會砍人家頭 或是給人家砍下去 毒蘑菇或什麼東西 對 它會出現幻想 所以我不知道說 他就是吸了之後 他會有一種幻想 然後就是 就直接給他加速撞上去 覺得有被害妄想症怎麼樣的 所以為什麼吸食毒品 人家說這是一種不定時炸彈 因為他吸了之後 會有太多太多的反應狀況 是我們無法預測的 我覺得如果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說得很好 你既然酒駕是零容忍的話 毒駕更是零容忍 你就毒駕現在 為什麼大家沒辦法罰他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刑罰 就沒有毒駕置人於死 你沒有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頂多就是用刑罰 跟道路交通處罰條例辦他 你就是應該要有一個 毒駕置人於死 然後這種 或是置人重傷什麼的 你就是有一個 明確的處罰條例 我覺得這樣子是說 以後法官在判的時候 你就不用 法官可能有話要講 我們的刑罰 就是沒有這樣明確的條文 你就是制定一個法律 讓法官有明確的判決條文 你就不要讓他有話再講 我覺得這才是 就是說我們這麼多的悲劇 剛剛大家講 我都覺得很心酸 因為今天是父親節前戲 大家都說這是一個非常悲 今天是父親節 今天是父親節 今天這是一個 非常讓人悲傷的一個父親節 你看大家 今天應該是高高興興的 和家團圓 然後應該吃個父親節大餐 結果你想想看 他永遠在父親節這一天 他是永遠永遠的一個缺憾 你說他10萬塊交保 多少10萬塊 你買回父愛嗎 我覺得這種真是 我覺得這種是萬死不足惜 所以我覺得這麼多的悲劇 要給大家一個教訓 好 我們上 你有聽過吸毒會六親不認 你有聽過喝酒會六親不認嗎 就告訴你吸毒 比喝酒嚴重很多 結果你台灣還在那邊 酒駕嚴加取締 也沒取締得多好 連你們想要弄去當大使的 通通都酒駕還被人家抓到 結果獨駕你也給人家放的 就是無所謂 反正你沒肇事就好 好 我跟各位說 法務部之前曾經演繹過 邀請相關單位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比照香港 來好好的嚴加控制 或嚴加處罰 關於獨駕這件事情 結果討論了半天 什麼結果呢 叫做為答共識 我們台灣的這些法將 這些司法官討論了半天說 毒品喝吸毒開車很危險 要不要跟香港一樣 零容忍 討論了半天 為答共識 零共識 所以也沒有零容忍 所以今天就發生悲劇了 所以這些法官持續來主事 就會造成悲劇繼續發生 然後你中死人了 十萬交保 其實為什麼會零共識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我們這些 所謂倡導司法改革的這些人 他們很奇怪 只要是讓這些加害者 能夠脫罪的東西 能夠減輕刑責的東西 他們很快就會達成公司 如果說是要加重他們的刑責 加重他們的處罰條例 甚至要判斷他們死刑 這些比較嚴厲的刑罰的時候 全部都永遠沒有辦法達成公司 對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他們認為說 在他們的人權觀念就是 把他們一個一個的狀況放掉 反正他們相信人性本善 這些人都會自動變好 至於讓他們變好的機制是什麼 不重要 那個將來再討論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主在 先放在說 對 就先放在說 因為他們人權很重要 萬一你冤枉他怎麼辦 對不對 你不能冤枉他 他有可能是被陷害 就算全世界都看到他殺人了 那有可能是假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他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 已經變了一個非常畸形的社會 你在很多地方 我們趕不上歐美這些先進國家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做的一定要 比歐美先進國家快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原則 所以你看歐美這些先進國家 明明人家一個一個罰得非常嚴重 我剛剛看到還有一些條例 甚至你只要吸毒開車 你居然沒有犯任何事情 我先罰你300萬再講 人家是這樣幹的 問題是我們的政府 沒有 完全沒有 你完全沒有這個條例 我去查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吸毒駕車 這個條例 根本沒有 因為我可能當初定法律人 根本沒想過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為達安全駕駛的標準 你到底是什麼 當然這個法官可能有 他自己的心證去講 這個我們不管 但現在就是 已經發生過這麼多次 這已經不是最近 最近才偶爾發生一次 不是 已經每年都發生過 類似的案件非常多次了 不管是騎摩托車的 還是開車的 為什麼這麼多次的時候 我們的司法改革這些委員們 好像都視而不見 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重要 為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我告訴你 因為這些人的心態就 反正這些人已經死了 有什麼關係 死人沒有人權 你知道 對他們來講是這樣子 死人沒有人權 等一下死人還講什麼人權 都死了 對啊 在法律上 實際上 基本上就算 你本來犯了罪人 你人死了也就結束了 我也不能再起訴你了 所以這些人 完全就是這種心態 還根本不把這些受害者當人 因為他們覺得 反正你不好 他們只看到還活著 就是殺人的那個人的人權 對 他要去保護 那個殺人的人 他要去保護那些造勢的人 這就是他們的心態 那問題是 我們的社會怎麼這麼奇怪 就是被少數的 這樣幾個人去操縱 我們社會是一個 將近九成的公民 我們都就是覺得要 反對廢除死刑的 結果居然被少數的 這幾個人牽著鼻子走 這就是台灣目擊的 社會的現況 我們一直覺得很多東西 要迫切去修法 結果這些人完全不想修 然後根據我們總統 刻意去召集的 這個司法改革委員會 裡頭什麼都沒改 就改一些我們一般人 認為不迫切的 不重要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政府覺得 破切的重要 這是這一些法將 這一些奇怪的 法律人覺得重要了 那我覺得這一些東西 還能夠代表我們嗎 我覺得現在我們大部分人 要明確的告訴大家 我們真正需要法律修改 是哪一些方面 哪一些才會對我們 一般人真正重要 那一些社會 還沒有達成共識 還沒有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社會可以進化到 來討論這些東西 那些才應該放到後面綠台 那如果這些人 刻意質疑要一談 我老實講 真正跟社會脫節 是這些人 而不是我們 那我們要明白的 告訴他們我們的意見 不能夠縱容這些人 讓這些人繼續 囂張下去 因為如果讓他們繼續 囂張下去的話 台灣真的變成一個 無法無天的社會 縱容獨家 也沒有什麼覺得好稀奇的 因為現在我們簡直 就是把毒品 當作是感冒藥了不是嗎 清泉鋼 十個人有毒品反應 全部都是吃感冒藥 你相信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清泉鋼毒品案 大家一定是記憶猶新 53包毒品就這樣丟在 這麼重要的一個 清泉鋼空軍基地裡面 可是後來查毒 查出什麼了 到現在還不知道 到底是誰丟的毒品 也就算了 居然還說官兵 原來是吃了感冒藥 不是吸毒 小平議員你相信嗎 國防黑部一蓋 真相又通通不見了 昨天我有跟我們黃復興 那個金上將吃飯 因為他是上將 因為他是上將 我就聊天 我說你們怎麼出一個 250cc的上將 去當國防部長 我就聽他講 他說我們以前他們 因為他是上將 馮也是上將 他們有個國民黨的上將 馮是國民黨 就問了十幾個上將 來當國防部長 都沒有人要 他是以前 他說他怎麼曉得 他可以升上將 他上將裡面 恥笑的對象 以前就很糗 瘋瘋癲癲 後來也當了上將 這個上將本來是 本來只是瘋瘋癲癲 你姓紀功未認了 可是現在上將也學會說謊 也不是素人 你知道 跟柯文哲一樣 你相信那個吸毒是那個嗎 是喝糖漿嗎 沿路那個毒孢 那是整個散播 整個都是有人在查 可能隨手就丟了 為了要這個不要被抓到 當初你講的是隨手 觸手可及的毒孢 而不是糖漿包 大家回憶一下這個新聞 你這樣講可以糊弄得過去嗎 然後吸毒成那樣 我們國軍還有戰力嗎 然後他一手遮天 蔡英文對他 因為再找不到一個 一個國民黨系統裡面 可以上將可以當國防部長的 所以這就是保 坐在爛也要保護住 這個不可以換掉 我認為真心要把它換掉 請總統下令 你要整次 不管是軍政軍令 這個都是要下台的 而且一定要給國人一個交代 你檢察官介入了沒 我們的司法在哪裡 你總統可以去查吧 是不是 完全荒腔走板 這國家已經完全沒有規矩 然後體制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妖孽都在我們的面前 而且他就直接告訴你說 台中定警署檢查出來的結果 真的這十個人 通通都是吃感冒藥 我不太懂 就是說林姐 他怎麼可以把這種 講出來連國小的小朋友 都不會相信的事情 當成一篇 一個新聞或一個新聞稿 希望用這樣的事情 來說服社會大眾說 放心 軍中的毒品 一點都不氾濫 都沒有軍人吸毒 他怎麼會用這樣子的邏輯思考 想要說服我們 十多個人吃感冒糖漿的話 那代表是群聚感染嗎 所以他很嚴重 是不是要查一下 我覺得軍方我們之後 真的讓他覺得說 為什麼裡面好多遮羞布 你看從洪仲秋整個 一連串說白山軍到現在 軍中到底有多少遮羞布 要不要通通揭開 我覺得軍方不要那種 大事化小 小事化有 當中都沒事 我覺得這種事情真的 軍方裡面內部 真的有沒有吸毒這種現象 不需要查嗎 行政院每次在召開 毒品房子會報都有 進入校園也有 今天早上院長還去什麼 什麼毒品房子的什麼 什麼櫻桃會嗎 是啊 毒品已經進入校園 甚至現在連中學都有 那你軍方之前不是在講說 提供 把那個數據提出來 各部會裡面有 到底有哪一些有吸毒的 結果後來光布要到達到教育部 教育部吸毒的比例就 最高 最高 後來就變成說你各部會在互打 我覺得各部要正視 毒品半案的問題 這問題已經半案了 我覺得大家不要用遮羞布 就把他遮起來說 好像說真的驗毛把沒有問題 說把他推給吸感冒糖漿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真的毒品就 真的這毒品半案問題 就真的沒了嗎 我好奇的是 好 這十個人就算他沒有射 沒有吸毒 這五十多包毒品是誰丟的 對 說幹嘛 是誰丟的 你要不要查 他說現在好像軍方講說 是因為就是說部隊長 跟那個士官長在內鬥 軍中內鬥 軍中內鬥把事情無關 那總是要有人丟 你就算內鬥 那丟的人是誰 都講清楚 你把調查報告拿出來 到底是誰 我覺得說軍方很多事情 都想把他忽悔 過去就沒事了 第一個 我就說這兩個層面 第一個 毒品半案問題查出來 我就說你進入營區 我就說入營跟放假的時候 你的門口管制 有沒有落實 有沒有去查 不過就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入營區還收生 連包包整個都倒出來 一個一個查 那你現在進入營區 有沒有在查 還是軍官都不查 士官都不查 第二個你內部的去真的是 要不要定期去驗尿這部分 你在抽查的部分 有沒有去查清楚 我覺得這兩個層面 一個管制的問題 一個真的是 毒品防治的問題 真的 我覺得部隊 真的不能親膚 尤其是關乎部隊 關乎國家安全的這部分 真的要查清楚 我覺得給國人一個交代 這軍中的遮羞部 或這塊國防部 到底有多少呢 我跟你說 比阿婆的裹腳布 還要臭 還要吵 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 好 如果說 陳妍憲反應 就是因為吃感冒藥的話 我想接下來 我們也不用去寄望說 那個毒品到底是誰放的 怎麼查得出來對不對 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查到現在 今天查出這個結果 說真的以國防部 過去的一些表現來看 我們也不會太意外 因為國防部這樣也滿正常的 反正他永遠就用一塊布蓋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嫌犯 其實我突然想到一個人 他是滿有可能是嫌犯的 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人 能夠來無影去無蹤 清傳當這麼多監視器 完全都發現不了他 然後可以丟到 53包毒品在基地 然後沒有人認識這個人是誰 也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從哪裡來的 蝙蝠俠 我跟你講 錯 這個人是活生在那裡 不是卡通人物 這個人這兩天 才是一個當紅人物 就是造姓的韓國嫌犯 就是進入 你想想看 他可以隨便手一推 所以就進入民進黨中央黨部 那是總統常常去的地方 然後他要過海關的時候 直接腳一跨就過去了 兩分鐘 對 兩分鐘直接一跨過去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你看 我們海關那麼多人 他還是被從日本遣返過來的人 居然的話他直接就這樣過了 所以除了他之外 有誰有這種能耐 在清權當中放毒品 日本是被忍者發生 這個滿合理的 對 而且我必須講 這個是真的 因為民進黨現在已經說 這個造姓嫌犯進入民進黨中央黨部 他可能是特殊分子 可能特殊單位 有可能解放軍 也有可能國民黨 我不知道 反正他是有一個特殊的單位 派出來 那如果不是特殊單位的話 那怎麼進去清人崗內部呢 然後怎麼能夠去那邊放毒品呢 所以你看這個政治動機 也是滿合理的 但是我必須講 我必須說你真的 你們以為真的把它搞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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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